昨天下午发生在青川县的5.4级余镇 和发生在陕西宁墙的5.7级余镇 青川震感强烈 但未对青川三的燕色湖造成破坏性影响 暂时不会发生溃堤现象 昨天唐家山燕色湖又长了1.79米 按照施工方案及进度 计划到6月5号前后完成应急处理工程 近日内不会泄洪 目前应急处置工程施工正紧张进行 空军已为强险紧急开辟飞行绿色通道 将绵阳至安线至北川划定为专用航线 截至目前空军已保障燕色湖强险飞行180架次 目前共有两个卫星基站为燕色湖强险提供应急通信支援 现场通信畅通